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爱记得吗 窗外那被 methods 感染亮的海洋 你还记得吗 是爱 proteins 彼此把夜点亮 为何后来我们 用沉默去代依赖 曾经朗朗星空 渐渐阴霾 心碎离开 转身回到最初 荒凉里等待 为何寂寞 是否找个人 天心中空白 我们变成了 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 今后各自曲折 各自悲哀 只怪我们爱的 那么汹涌爱的 那么伤 日是梦醒了 搁浅了 沉默了 回首了 却回不了山 如果当初在交汇时 难忍住了 激动的灵魂 也许 也许今夜我不会 让自己在思念里 沉沦 只怪我们爱的 爱的那么汹涌 爱的那么深 爱的那么深 于是梦醒了 搁浅了 沉默了 回首了 却回不了山 如果当初在交汇时 难忍住了 激动的灵魂 也许今夜我不会 让自己在思念里 沉默了 虽然允杰心中百般不怨 却也不得不与有墙 进行公正仪式 与承恩的那段情 让允杰再次就地重游 却经见承恩 也怀有同样的心情 然而这一切 又再次被有墙给破坏殆尽 家家则开始逼迫停封 必须立刻进行 孩子的收养手续 停封稍有顾忌 家家便将孩子 丢在停封的车上 停封心惊 儒方则不明就里地 把孩子带回家中照顾 安平此时才知道 家家与有墙之间的 感情纠葛 于是安平在允杰出国前 将此事告知 也直言儒方 曾经开出一百万的支票 要承恩与他分手等事 允杰震惊 更痛心承恩如此吃傻 而安平苦劝承恩 不要放弃所爱 再加上接获允杰所留下来的讯息 使得承恩奋不顾身地赶至机场 将允杰带走 并在安平的协助下 共足两人世界 这突如其来的巨变 让有墙气愤难忍 措手不及 而家家更借此机会 再次向有墙表示爱意 由墙 我好高兴 你终于愿意拿下假面具 常开心情地接受我了 虽然为十一万 但我会用更多的爱来等候 等到我们可以光明珍大 双肃双飞的那一刻到来 永远爱你的家家 永远爱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过 我懂了 谢谢 谢谢 请进 再见啊 找你来是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的 什么好消息啊 收养你弟弟的手续统统统办好了 从今天起他就叫王宗翰 他现在身份可以说是名正言顺 总算是对得起我们王家的列祖列宗 怎么 你不高兴吗 我是替你感到高兴 可是却替我自己感到悲哀 因为我再也见不到我弟弟了 卫寿真不懂 我这样帮你究竟是为了什么 佳佳 你会想你弟弟 那也是人之常情嘛 你以后还是可以经常来看他的 你的目的是达到了 我呢 我得到些什么 你这小孩子 你要什么跟干爹说呀 只要在我能力范围之内 我绝不打折客 直派部门经理 就是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 我说了 只要你表现良好 我一定优先考虑 我不要听 这是借口 推托之词 佳佳 你今天是怎么了 不必假惺惺了 你如果真的那么关心我的话 那你告诉我 我什么时候才能当上部门经理 很抱歉 公事上我一定要有所坚持 否则落人画饼 我怎么带起他的饼 不过我愿意在金钱上弥补你 我才不稀罕你的钱呢 好 你要我帮部门经理叶欣 那你把笔笔还给我 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 我已经正式地收养他了 这不是开玩笑的 没有我 你有办法收养他吗 我知道你很重要 我也从来没有忽略过你啊 所以我才收你做干女儿不是吗 我现在已经不想做干女儿了 我只想做一个尽责的姐姐 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忘了 妈在临终时候说过 我们一个出钱一个处理 我可不想到天拿了一瓶 那你要怎么样呢 你不把弟弟还给我 可以 那我要住进你们家 我要时时刻刻都可以光明正大 看到我弟弟 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 我是阿清姐姐 我要什么时候见他 是我的事 不需要你来施舍 你这孩子 怎么这么任性呢 因为你说话不算话 我生气了 不行 不管你生不生气 我是不可能让你住进我家的 是吗 好 你试试看啊 好 麻烦你 李佳佳 佳佳 我是周姐 这件事 我已经走投无路 除了你 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帮我 好 喂 真心车吗 我找朱先生 我来这个 是可能 是 李佳佳,你幹什麼? 我來抱走這孩子 抱走這個孩子? 你把我兒子放下來 這孩子是你的嗎? 你最好給我弄清楚 李佳佳,你有病是不是? 偷偷摸摸闖進我們家 還理直希望抱走我兒子 你兒子? 你什麼時候生的? 你生得出來嗎? 不管我生不生得出來 我們是合法的母子關係 你沒有權利抱著他 你把他放下 你不把他放下我報警啊 報警? 好啊,你去報啊 我拜託你趕快去 不過在你去報警之前 你最好問問看你的老公王總經理 這個孩子到底是誰生的? 我會想在我手中間 你也要得到你 我會想在我家裡 你不想在你發生什麼事 你無法和我還想在你 你不想在我家裡 你不想在我家裡 你不會想在你家裡 你不想在你家裡 你不想在我家裡 你不想在你家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汉是我亲身的儿子 请你原谅我 明明是一辈子的事情 我不能出错的 爸 只怪我们爱得那么汹涌 爱得那么伤 日是梦醒了搁浅了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只要我动动脑子 我就可以找到 你是逃不出我手掌心 你当我是什么啊 我把你当做博士夫人了 只可惜有人天生见过她 舒服的日子不得不过 跑到这里当飞涌 我背叛你 你有权力申请 你要怎么侮辱我 我没话可说 你竟然一丝悔意都没有 你竟然一丝悔意都没有 你为什么不向我道歉 你应该羞愧得无地资格 甚至想跪在地上求我 求我原谅 你不但没有 反而理直气创 面目改色地站在我面前 我早就知道有这一天 我已经准备好了 冒一姐 你的心究竟是什么做的 这对你已经不重要了 我们离婚吧 我们刚结婚了 这样好了 跟我回去 我 我寄往不救 好吗 不可能的 自从我们在法医上攻击之后 我一直想要离婚 每个人都会做错事 总会找些理由 为自己留点自尊 我不会放在心上 来 跟我回去 我不要 除非你跟我离婚 不可能 你在坚持什么啊你 你的婚姻在法律上 只是一个形式而已 根本是有名无实嘛 我回去 比以前更加体贴 我们做一对有名有实 恩恩爱的父亲 好不好 你够了没啊 我好好说一下 你应该见好救生 跟我回去 我们还要回去见你父母 不用了 不用了 我自己会向他们解释 我最后一次 你要不要跟我回去 不要 不要 喂 警察局吗 你在干什么啊你 抓捷 抓捷呢 我没有办法把老婆带回去 我只有寻求法律途径 我接着问他 怎么回事啊 十万伙计之少我又不接我的电话 到底怎么回事啊 小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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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汉到哪儿去了 小汉呢 小汉呢 小汉不进了 小汉到哪儿去了 pat 被人的 被人抱走了 傉 Mark 问你啊 你应该心里有处才对 我怎么会知道啊 李佳佳为什么要抱走我们的儿子 你回答我 李佳佳凭什么抱着我们受养的孩子 你说话呀 对不起 如芳 我欺骗了你 小汉是我亲生的儿子 请你原谅我 孩子的妈是谁 李佳佳跟这件事 李佳有什么关系 我要你亲口说那个女人是谁 刘慧珍 这是怎么换 我还你 我的身体 我 preacher 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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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鸡舍投足间完全是明星的架势 佳佳 李弟弟天生是当模特的材料 那是因为我们刚刚给他喝过牛奶了 要不然哪有那么好 我看他全给你闹半天的 请你站在我的立场替我想一想 让我去把宗翰接回来 好不好 我不会答应 我只要一想到他是刘慧真身的 我就不能接受 孩子是无辜的 把对大人的痕迹在孩子身上 公平吗 你自己也照过他一阵子了 难道你对他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那是因为我不知道他的妈妈是谁 我不会答应你 你不要想说服我 爸 妈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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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我已经找回来了 我答应您的事 我做到了 怎么可能 你 Antic 我当真的要担心理解素 也 Love you 了 但是我做到了 好 惯目的 我觉得不是想 要结这个婚的 我是不得已的你应该知道 我只知道一个人要信守他的承诺 一个人能不能在这个社会上立足 要看这个人有没有信用 爸 你是做事应的你应该知道 赵玉估计错了可以重来 但是这不一样 这是我的婚姻 你应该知道 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 我不能出错的 爸 那你打算怎么样 我要离婚 爸 我要离婚 爸 你一定要帮我 因为你先看到我被一个没有感情的婚姻绑住吗 到老 到死 痛苦一辈子吗 爸 我知道你最疼我的 如果你希望看到我幸福的话 你一定要帮我 爸 爸 爸 我答应 你弄出这么大的事情来 还该说这样子的话 你还有没有一点羞耻心 是谁给你这么大的胆子 是你的一百万 就算是在脱尖的危险 我们结冰之前 我们还没有离婚 在没离婚之前 我们还没有离婚 你还说了 老婆 是不是应该做老婆 应该做的事 你说什么 是你的一百万 是你的一百万 他是照你一次去做的 他只要让遗亲别人 让我死心 答应你们出国念书 没想到我气之下 答应有强求婚 其他你们在医院都看到 这就是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既然知道他是错误的开始 为什么要让他继续搓下去呢 怎么可以这么做 是 我是给了李承恩一百万 那是因为我希望你出国念书 谁知道你跟李承恩之间出了状况 一赌气就答应有强的求婚呢 在之前我跟你爸也曾经劝过你 没想到李承恩现在对你甜言蜜语 你又不想承认这个婚姻了 好 你抓到我给李承恩一百万的把柄 你就这样指责我 全都是我的错吗 难道不是吗 从头到尾 你任电女婿只有一个人 我也达到目的不值得手段 不顾我的幸福 我真怀疑你到底爱败我 我从来就舍不得到 只有这一次 你就知道我有多难过 多痛心了 一人做是一人当 我的婚姻 我自己会解决 那最好 又巧 你把她带回去 要不要离婚 你们自己决定 以后都不要告诉我 我也不想知道 你把孩子逼得到 你放心吧 我再也不会麻烦你们了 我先回去 为什么要把孩子逼得这个地步呢 我逼她 你也认为我在逼她吗 我辛辛苦苦地养育她 替她安排一切 她说我为了打她 我择手段 我真的不知道养儿育 你是为了什么 还有小汉的事情 我不会打你 我不会再重蹈覆辙的 小汉已经没有母亲了 你忍心再让她失去父亲吗 那是你的事 你不要跟我说 是个孩子 威胁不到你的 你这样拒绝她 不觉得太残忍了 你要我伺候刘慧君的孩子 对我就不残忍了吗 不管怎么说 不管怎么说 她现在已经是我们的孩子了 那是因为你骗我 我不会接受的 我告诉你 有她就没有我 有我就没有她 你只要把她带进这个家 我就离开 别 Creев 就是这次 伤害满 що 我 你主人终于回家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庆祝一下 我进 我没心情逼你的酒 你 你是谁 我是你丈夫 你应该用这种态度跟他说话吧 我马上就要离婚了 谁说要离婚了 我有打理你了 该说的说了 如果还不清楚的话 我可以再说一次 对吗 这个态度就对了 我承认 我是为了赌一口气才答应求婚的 是我不承受 我不喜欢这个话题 来 喝酒 温柔一点吧 温柔一点 我这样 当你 你 不认识我 不认识我 来日方长了 以后慢慢商量 新娘子第一天入门 是不是应该 做点别的 我们还没有离婚 在没离婚之前 你还是我老婆 老婆 是不是应该做老婆应该做的事 你说是不是 老婆 朋友家 我真搞不懂你 大家已经撕破脸了 为什么还要拖你带水 撕破脸 没有啊 我们好得很 刚刚结婚了 换了个新的环境 我忘了 你是不小心迷了路 我把你找过来的 如此而已 大家很好 到底在玩什么花样 想太多了 老婆娶回来 是用来疼的 我告诉你 我将准备开始 好好地疼你 让你舍不得离开我 你冲啊 老婆 我不会爱你的 我永远都会爱你的 你把两人保在一起 只会痛苦而已 我怎么不觉得 我一点也不痛苦 我告诉你 我正准备好好的跟你 享受我们之间的快乐 到底要怎么样 不会怎么样 很简单 从现在开始 我要拿回我的发球权 我不再是一个 让你忽制则来 惠制则去的人 你要离婚 可以 要看我高兴 什么时候离婚 要看我什么时候高兴 想要离婚 这一套是行不通的 要离婚 要听我的话 看我什么时候高兴 也许可以放过我 懂吗 费病 上了 我的好 不过很抱歉啊 你又要在这边 多住一个礼拜 以后 你多骂我一次 你就得在这边 多住一个礼拜 这一次呢 算是对你一次 小小的惩罚 没关系啊 你可以走 我也不会留你 但是我也不会放过你 除非你想故事重演 否则 你乖乖要留在这里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 我让李承恩吃上官司 身败没礼 不信你试试看 这得更天了啊 肚子饿了 老婆是不是应该煮饭 给老公吃呢 我这样子 我这样子才像一个 很幸福 美满的家庭 哦 吃辣椒 走 道歉 跟我说道歉 道歉 我不是你养了一条 我是你老公 走 只怪我们爱得那么汹涌 爱得那么伤 日生梦醒了搁浅了 沉默了回首了 有没有 有没有 中文哈 我都不想要 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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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 晨 黑友强找到我们了 我知道 我必须和他彻底半途离婚 我们才可以快乐地面对未来的人生 我不让你背负这个诱怪别人老婆的罪名 等我回来 等我 明节 等我去吧 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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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 我们说 对 整理 这试试 首老说 这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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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 试试 俩都 试试 不错 这试试 这试试 道歉 跟我说道歉 道歉 我不是你养力点 我是你老公 叫我道歉 你惹我生气 对你有什么好处 学聪明的 说不定明天我一高兴 我就亲自离婚了 剪干净 剪干净 不要生气 忍耐 要人类 只要拿到离婚协议书 什么都不用怕 你要吃什么 我弄给你 随便 李承恩吃什么我就吃 你有意见 你 那是什么都不用怕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跟我叫我霓風來聽電話 李佳佳 不錯嘛 你還認得我的聲音 你究竟想要怎麼樣 我才懶得跟你怎麼樣呢 是我弟弟太想爸爸了 你叫我霓風來聽 霓風不在 不准跟我電話 我警告你 不准跟我電話 否則我明天就把小漢送走 讓王霓風永遠看不他的日子 你不可以這樣做 那你叫王霓風來聽電話 霓風出去了 既然如此 我就讓小漢哭到天亮了 小漢怎麼了 他怎麼哭成這個樣子 怎麼樣 你可能叫王霓風聽電話了嗎 還是王霓風 他根本就在你身邊 是你故意不讓他聽而已 好了好了 我現在出去找霓風 你告訴我你們在哪裡 我自己 我真的是 我就是以前才尊重你了 你不把我抱在那裡 今天我讓你知道 誰是你家 誰才是你老公 怎麼是你啊 王霓風呢 我到處找過了 就是聯絡不上他 信不信有你 我告訴你 你有沒有騙我 我可是查得出來的喔 小漢人呢 得了吧 你會關心他嗎 他可是我媽生的小孩耶 你不是一下把我媽 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嗎 你會關心他生的孩子 我是不想來 這萬一出什麼事 你處理得了嗎 你讓不讓我進去 等一下 小漢他人在房間裡面 你讓我來 你怎麼哭進去啊 怎麼這麼燙啊 我怎麼知道 我怎麼知道 你還在這兒幹嘛 快去叫車呀 我們快一起啦 啊 这是核心 这件事可以为何太太准备的新婚职业 神秘的礼物 这是我千挑万选的 来 把它穿上 穿上 你不可以这样子 我马上就要离婚了 干嘛哭着 做这件事是很愉快的 全都不可以 你要好好表现啊 只要你表现好 让我满意 你随时随地可以走出合家 没有人阻止你的 不要 永不得你不要 你坐下来 就应该尽应该尽的衣服 懂吗 但是我不爱你 我不爱你 你不爱我没关系 我爱你就够了 等一下 我会让你 让你知道 我有多女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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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開了你 放開了你 我真的給你這樣 我就是以前太尊重你了 你不把我放在家裡 今天我讓你去 誰是你這樣 誰才是你老公 你嗎 你好嗎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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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好嗎 是嗎 有嗎 是嗎 你還好嗎 他還好嗎 你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别跑我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我不会这么算 曾宇天 我要你跪着 我要你跪着来求我爱你 你放开我 喂 安平 允杰 你在哪里 我在合日常见 你还好吗 他有没有对你怎么样 没事 你告诉陈 他能拿到离婚写一书 我就马上回去 你叫他一定要等我 你说 拜拜 他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抹了 回首了 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作詞・作曲 李宗盛 他就叫故事不想走 謝謝光臨 謝謝 方大哥 我先打個電話回去 告訴我們方姐讓她有個心理準備 好 喂 喂 乳方啊 我正要打電話回去呢 你先不要急 不要急 好好好 我馬上趕過去 找方大哥 不必了 他就在我旁邊 好好好 我們待會兒見 怎麼了 走走走 去你醫院 走走走 去你醫院 乳方 李宗盛 怎麼樣 方大哥 小漢早上不退了 好 我去找土豬帶回家 謝謝 謝謝 小漢現在怎麼樣 打了症 可是還是稍稍退退的 人呢 在哪兒 沒有病房 在急診室呢 怎麼樣 怎麼回事啊 怎hhh contайн 他什麼時候變成你該女兒 自從我媽死後 黃總兄說我做該女兒啦 新方 回家再給你檢視吧 佳佳 你跟我出來 我們把話說清楚 你为什么做出这种事呢 什么事啊 为什么一声不响就把小韩包走了 你差点害死我你知不知道 我也没有办法 我哥他有个好朋友 也是我的好朋友 开了一个工作室 要拍一个婴儿广告 约都签了 可是找来找去 就缺一个小婴儿来当model 如果月底交不出东西 他们就要关门大吉了 你说我能见死不救吗 你可以来找我 我可以替你们想办法吗 你能想出什么办法 光是我弟弟收养的事 你就突突拉拉的 要不是那天我灵机一动 把弟弟摆到你车上 现在弟弟可能还没命没分呢 怎么样 你还有什么话说 我是在等待机会 我不想出任何的差错 算了吧 你为什么不说 你是怕得罪你老婆 何况你是要帮我解决困难 你有这个胆子 给你老婆开口吗 没有吧 所以呢 我有先见之明 先下手为强 我到底哪里做错了 我为什么接受你的指责 是啊 人在 人情在 反正我妈 她都已经不在了 你的目的也达到了 你当然想过何猜桥 不把我当回事了 你越说越不像话了 你这孩子怎么心眼这么多呢 你不用说那么含蓄 你就是说我坏 说我居心不良 我也不会怎么样的 反正我已经决定了 要把我弟弟要回去 什么意思 要把他要回去 我不要他姓王 我要他姓李 你在开什么玩笑 我是经过法律的程序 正式收养他的 那我也有请教过律师 只要发现收养家庭 有对弟弟不利的地方 那么我就可以提出申请 要求法院终止收养 怎么 你的律师没告诉你这一点吗 你是有备而来的 其实我也不愿意这样 不过在没有任何人 能够保护我们的情况之下 我只有靠我自己了 只要有我在 没有任何人能够欺负我弟弟 你在说什么 谁会欺负他 你老婆 他会真心喜欢 我妈跟你生的小孩吗 他会真心接纳 我这个甘女儿吗 他刚刚的反应 你又不是没有看到 所以只要我能提出 虐待的证据 那么小汉 就再也不是你们的儿子了 夏夏 你干什么呀 你放开我 你干什么呀 你 你看 这是什么 南爹 我问你 我弟弟他生下来的时候 身上有青一块紫一块的吗 我再问你 我把弟弟给保姆带的时候 他身上有青一块紫一块的吗 我把弟弟摆在你车上的时候 他身上有青一块紫一块的吗 小汉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说 我真的不知道 这跟我没有关系 那是跟我有关了 告诉你 是不会有人相信你 上来只听说过后母会虐待前妻生的小孩 没听说过姐姐会虐待自己的亲弟弟的 不要再说了 你究竟要怎么样 终究你们夫妻俩还是同一国的 既然如此 那我就明说好了 以后不管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只要我想要见我弟弟 你们没有人能阻止 包括他出院以后 什么意思 如果你们不欢迎以后 我自由出入府上的话 那很简单 我把弟弟带回去 像以前一样请保姆照顾他 我会把他带得很好的 你休暇 办不到的 办不到 办不到不要紧 那我就必须把弟弟带回去咯 怎么样 你们两个要不要商量一下 我答应你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爽快 不过我可声明在先 我不要当你新人 我要你们对我 像对王永洁一样 因为我是你们的干女儿 对了 如果你表现好的话 或许我会不计较过去 叫你一声干妈 我们可以重新建立关系 怎么样 我的心胸够宽大了吧 干爹 干妈 那我先回去了 对了 你们可以要好好照顾我弟弟 否则我妈在天之灵 是会不高兴的 你 真是知人知灭不知心哪 没想到这小丫头经济这么深 要不是有她那个妈 她能吃地你吗 就当是老天爷惩罢 我认了 老房 对不起 把你也拖下水了 我不是因为你才忍下这种气 我是因为小孩 她还是个孩子 怎么经得起李佳佳这样的折腾 我是很小的年轻 但是我很相信 都怪我不好 现在说皆于事无补啊 李佳佳不会就此罢手的 今天只是你付出代价的开始 不信你怎么看 早餐还不错 不过还可以更好 没关系 慢慢来 你这么还做的 老公上班 老婆应该做什么 为了 有可能 还有我葬你吗 那要有办法 我顺 cinnamon 走了 拜拜 拜拜 不能再来何有强 他是玩弄女人感情的高手 他是辫子啊 那这他说的就是他自己 你胆子不小吗 新婚期间竟敢来赴老情人的约 我敢不来吗 你你的个性不会这么就算了 我早就撂倒了 你不会单纯的只约我谈天叙旧 有什么要求你说过 不是我想要求什么 而是我看你最近忙着抓淘气 好像忙昏了头 自己说过什么都忘了 那么就让我明说好了 你那天告诉我你喜欢我 叫我不要急 你一定会给我一个交代的 你想说什么 我知道王敏杰已经回去了 如果不是你迟迟不肯兑现 我是不会主动填上这个日期的 你到底想怎么样 王敏杰他已经背叛了你 你换个新娘子是很应该的啊 不可能 我们何家跟王家是市交 本来在生意上就有些来往 再加上最近 我爸在LA投资的公司 王庭峰是大骨头 在商严商 全逢得失 我不想惹他 所以你在乎的不是王允杰 而是他的爸爸王庭峰咯 可以这么说 这还不简单 你只要告诉王总说 你爱的人是我 王总他不会有意见的 因为我是他的干女儿 恩 沈如芳跟你母子虚伙过了 他怎么可能收你做干女儿 我就是有本事叫他承认我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去问啊 所以我要你对我 像对待王允杰一样 像对待王允杰一样 我只怕你不到一天 你就想好 你对她很不好吗 一个背叛丈夫的女人 她除了数字 还能做什么 既然你不爱她 为什么你不跟她离婚呢 我为什么要跟她离婚 好像她跟李承恩双宿双飞啊 我办不到 我告诉你 从小到大 只要是我何有强的东西 除非我不要 否则 就算她救了坏了毁了 还是我的东西 连想都不要想 那我呢 我怎么办 我们之间发生过的事 你不能当作不存在啊 我没有当作不存在 我这次来就是最好的证明 放心 我说过的我会实现 但是 我不喜欢别人强迫我 做我不喜欢的事 懂吗 我说过的我会实现 你能得 performance 我决定 我说太简直面了 等会 د吗 你 Tenemos大拇旧 没错 Virus 穿得不图 后面 也可以 尤有一一个 闹 我们 竟 axe 老公回來了 老婆應該做什麼 難道還要我教你嗎 去拿拖鞋 我叫你拿拖鞋你聽到沒有 我受到了你 李姐 原來你也有知錯 我真的很高興 我高興極了 你知道嗎 這就表示 你對我還有感覺 這就證明 你還是愛我的 你不要忘了你上切金 我本來對你有歉意 但是我們現在扯平了 我們各走各的 互不相干 李姐 你不要這麼篤定 只要你一天 還是我何有槍的老婆 我們之間的關係 是騙不清的 你要看 你叫嘉嘉的女兒願不願意 如果她不願意 如果她不願意 總有一天 你們心甘心願地 在離婚協助上簽字 是嗎 就憑這個 你打開我媽衣櫃 可找到一堆 就憑這個想定我罪嗎 你未免太天真了 我告訴你何有槍 我不會待在這裡 離婚協議書 我也不要了 你要告我 你去告啊 我沒有證據 同樣的 你也找不到任何證據 看起來熬得過神 去找李承恩 不關你的事 他有什麼好 他有什麼好 你笑容 正直 什麼都比你好 這樣的回答你滿意了嗎 我可以走了嗎 我最恨你什麼 這不重要啊 你以為你是誰啊 我後來找不到老婆嗎 找不到女人嗎 要受你這個模棄器 你放開我 上去 給我上去 放開我 上去 放 上去 放開我 上去 放開我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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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殷魂不在的家伙 把人叫出來 把人叫出來 死了 給他 拿 不要打 你不要打 我們 心疼了 把人叫起來啊 你在說什麼 妈 我老婆 我老婆王云杰在哪里 爸 妈 不是云杰 爸 妈 爸 爸 开门啊 爸 爸 爸 时候不早了 你先回去 这里有我 你连续照顾他两个晚上了 不累吗 你先回去好好洗个澡 睡个觉吧 明天早上再来换盘 你们男人笨手笨脚的 万一出什么茶色怎么得了呢 这里有我 我会照顾他的 先回去吧 好吧 你行不行啊 我跟我们这一辈子都记得心里边的 我只是做我自己应该做的事 没什么好当年小怪的 你这个人哪 什么都好 就是嘴硬你 你也什么都好 就是心太软 你别高兴得太早 这心太软用在你身上 不是什么好好 意思是你来者不拒 尤其是你人 像那个李佳佳 一个初出茅庐的小龙牌 你居然会被她吼得团团转 我这也是因为同情她的遭遇嘛 毕竟她今天变成这个样子 我难辞其咎啊 希望小汉不要宜传到你的坏毛病才好 有你这个妈在旁边照顾的 我还怕她出什么乱子吗 不出乱子不代表没事 像尹杰以前不就很听话吗 为了结个婚 让我们生了一肚子气 尹杰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不用了 我只是没有东西 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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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愚痴 我愚痴 谁呀 谁呀 没有枪 你还叫什么 头有墙 李晨 头有墙 李晨 你给我出来 你给我出来 你告诉李晨 你转告他 我不会放过他的 我给你帮我 不好意思啊 还要麻烦你送我 这么晚的送你回来 是应该的啊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安全吗 没有想到看一个片子 再讨论一下 要花这么久的时间 我忘了问你 你对我们CF里面那个模特儿 印象怎么样 蛮好的 他蛮有大量之风的 你影响不错 我看你今天就开我车回去好了 明天再来接我 好啊 没问题 好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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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安平 再来接 谢谢 看我啊 老四丢三落四的 我知道你们看个三四遍 我笑肯能去得着 没办法 客户嘛 是我们的一时父母 我做不好啊 就没有第二次了 赶快上去吧 晚安 你这个阴魂不在的家伙 把人叫出来 你们有伤 我收购你了 不要打了 你们 心疼了 把人叫出来啊 你在说什么 我老婆 我老婆王宁建在哪里 王宁建她不是跟你回去了吗 她就在你家里 她 她没有来 王允建没有来 王允建没有来 那李承杨在这里干什么 我以人格担保 王允建她没有来 你跟她是共犯 我告诉你 我们又叫你算账 你是对你客气 你识相一点 你到底对你给做了什么 她为什么把不见呢 你没有资格 过问我老婆的事 好 我们不谈你老婆 她和妹妹李佳佳 对你来说 她又算什么 她自动送上门 我告诉你 对于自动送上门的人 我下来是用完就丢 起走 起走 杰伦 不要打了 你们住手 好了 不要打了 小心啊 杰伦 就不要打了 住手 我们不要打了 杰伦 杰伦 完了 杰伦 我们去找前卫 走啊 不要再打了 走啊 杰伦 去 Bryce 是实在吧 Se 你一眼 就回去了 阿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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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槍 有槍 尤強,你開開門啦! 尤強,我是佳佳! 開門啦! 尤... 你怎麼了尤強? 尤強你有沒有事啊? 你管這麼多幹什麼? 你又跟王母姐怎麼了? 要不然,你剛剛幹嘛那麼急著找我哥啊? 你... 你是怕說了沒面子,對不對? 好,那我幫你說好了 因為王永傑,他雖然人回來了 可是心,卻還想著別的男人 你或是什麼啊? 好,既然你對你自己那麼有自信的話 那麼你剛剛幹嘛像那瘋狗似的到處亂咬? 難不成,你是發現王永傑他做了什麼對不起你的事嗎? 你再胡說八道,你給我滾! 你還要替他隱瞞什麼? 或者你想做一輩子的縮頭烏龜 你閉嘴! 我不准你用這種字眼來形容我 只要是我老婆,她就是我的女人 我不能在心裡想著別的男人 可惜啊,你在眼裡就是沒有你這個老公 要不然他都會跑了一次又一次 你看一定是你對他不好,你夠體貼吧 我對他不好,我對他不好嗎? 好,就算我對他不好了 請他掏出良心看一看 在他沒有做出丟一見眼之前 我怎麼對他的? 我就差沒有跪著電磕頭把心掏出來 如此之後一個女人 在我後有成人生是奇蹟 你看清楚我是何永強 所有的事 所有我不該做的事我都做了 還要我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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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我怎麼樣?王永傑 還要我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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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不要講 不是你的錯 是他不懂得珍惜你對他的感情 你一個不懂得欣賞你優點的女人 你為他氣成這樣,值得嗎? 一個根本不讓你放在眼裡的女人 你還要對他死心塌地 忠心耿耿嗎? 你沒有了他 你還有我嗎? 怎麼? 傷口還疼不疼 我替你猜他要 好不好? 好 不要,我不要 我不要做王姐的替代品 不要提那個法律人 不要提他 可是他沒有老婆啊 我怎麼跟他比 你比他好 你比他可愛 我喜歡你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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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你 我愛你 我愛你 claro,我愛你 你归得有学衣 对 我要你劝劝 医生 他现在怎么样了 头部的外伤绷了好几针 已经处理好了 应该没什么大碍 不过 初步的诊断 他有脑震荡的现象 脑震荡 有多严重呢 这不清楚 这要看他什么时候能清醒过来 先帮他办个住院 观察两天再说吧 谢谢 对不起 你们更换个江湖 就已经有了 这倍加劝了 谢谢你 我非常愿意 谢谢你 是的 你有没有想法 对不起 是我还没想法 是我还没想法 有什么可憐 你还没有想法 努力的让明天更美 彼此惊起这誓言 但别提醒后悔 我的这次心永远就在你身边 只怪我们爱得那么汹涌 爱得那么深 如是梦醒了搁浅了沉默了回首了 太美了 太美了 今天晚上 你就是我河尔强 命负其实的老婆 我河尔强 有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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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 允潔 允潔人呢 我问你允潔呢 干爹 我女儿呢 我把我女儿交给了你 现在她人呢 你告诉我 我们吵了一架 她跑出去 你们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 反正我们现在说什么 你也不会相信的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好了 佳佳 你怎么会挂怜闲持到这个地步 没有办法 爱情本来就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说的 干爹 你是过来人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才是 佳佳佳 我是如此的看重 提拔你 你居然做出这种事 你怎么对得起我跟允潔他妈呀 爸 我 你 我是被逼的 是女儿上我在先 所以你要报复他 这样你们就扯平了是不是 原来你的宽宏大量都是装出来的 你真正的目的是要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称 不是的 我 我们刚才并没有什么 没有对不起允潔的 还想强骗 三更半夜孤男寡 你共处一室 一山不枕的 只要是有眼睛的人都知道你们在搞什么鬼 这太让我失望了 爸 你不可以不问青春造白的 你对我罪之前 你要听我解释 解释了 我眼睛瞎了吗 允潔如果没有受什么委屈 他为什么不好好待在家里面 你这个做丈夫的不知道自我检讨 还振振有词 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我 我知道我不对 但是 你骂我之前 你妹妹以为做了什么 你是户短 好 不要说了 我会打电话给你在美国的父母 我叫他们立刻赶回来处理这件事情 我告诉你 这件事情我不会就这样算的 爸 我现在就去找你 如果他有什么三长两短 为你试问 爸 lifespan 我和auen的时候 怎会儿 会儿 remove 我 invitation 我刚刚到贺家 所有的事情我都知道了 孩子 孩子 委屈你了 是爸爸不好 是爸爸有眼无珠 才会让你今天吃这样的苦受这样的罪 林姐 爸爸对不起你 林姐 我没有怪你 是我不好 我太任性了 我为我的幸福付出代仅的性感 只要这场恶魔能结束 受折磨 我都不算是 哭了你了 你看看 你看看 哈 你这浑蛋怎么下得了手啊 我真糊涂 我怎么会把自己的女儿往虎口里面送你 爸 真该死 爸 你不要这样 我没事了 听你这样说 我好多了 明天开始不要再回贺家了 何有强有意见叫他来跟我说 谢谢爸 你和妈去哪儿了 你妈在医院照顾小汉 小汉你记得吗 就是你那天在家里面看到那个小宝贝啊 一个长得蛮讨人喜欢的小孩 他还在我们家吗 不许他是没有人照顾 暂时住在我们家几天 他的爸妈呢 明天你到医院去看看你妈 你妈会告诉你的 为什么你一定要妈告诉我 你告诉我还不是一样 还是让你妈来告诉你好了 你最近还有没跟李承恩来往 奇怪 那他怎么会知道你的事呢 你在哪碰碰他呢 医院啊 我在离开医院的时候 在急诊室的门口看到他 是他告诉我你不见了 我才会到何家去找你啊 急诊室 你先别紧张 他倒是没什么事情 他送一个朋友去 朋友 我们不是要出院吗 怎么等那么久啊 小汉 等好久的 等主治代夫出院工之单 真讨厌 我已经迫不及待啊 想要看我新房间的样子了 小汉 你的房间 小汉 我要监督你怎么照顾我弟弟 你总不能叫我睡客厅吧 你放心 我是会很有分寸的 这样好了 我就委屈一点 睡客房 反正您的女儿也快搬回娘家住了 允洁她过得好好的 你不要诅咒她 不是我要诅咒她 是她自己表现不好 被她的老公修了 修了你懂吧 就是她的老公 不要她了 你不说话 没有人帮你当哑巴的 狗咬吕洞宾 不是好人心 我好心好意的告诉你 是怕你一时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突然心脏病 脑中风什么的 你可比较不知好歹 你可比较不知好歹 因为我有不相信你 有强这么爱允洁 她怎么可能修掉她呢 你不要忘了 男人是喜新厌旧的动物 相信你应该有更深刻的体会才是吧 何有强她当然也不例外喽 她就是犯了和我干爹一样的毛病 她有外遇了 我不相信 有强她不是这种人 看来我不说出这个外遇对象的名字 你是不会相信我的哦 是啊 你有本事就说出她是谁 你听了不要昏倒哦 那个女人就是我 佳佳 有强和佳佳的感情纠葛 竟彻底毁灭了自己的婚姻 她除了力挽狂澜之外 还会对允洁及周围的人 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 而曝光的事实 更让佳佳索性豁出去了 为爱痴狂的她 在这纷扰多变的情感冲击下 还会伤害到多少人呢 而允洁及承恩 经历了这么多磨难与不平的恋人 在面对这样的变数 是否真能雨过天青 重拾过去 再展未来呢 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 请继续按时收看 中式剧场 《红颜花》精彩环节篇 羽继继继继 努力的让明天更美 彼此靜靜著誓言 更別替誰後悔 我的這顆心永遠守在你身邊 哪怕是距離多麼有 等世子的心不會變 就算是再多盡能威脅 我們肩並著牽 努力的讓明天更美 彼此靜靜著誓言 更別替誰後悔 我的這顆心永遠守在你身邊 我會想你 我會想你 祝你 我會想你 我會想你 感谢观看